回顧一下这学期我们到底上了什么 第一部分我们先上了第一堂课的时候 给各位用的是code.org 里面的愤怒鸟抓猪 为什么给各位上那个就是因为它其实是程式 只不过它是用拉的 你后来花了半个学期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那个东西变成文字 所以我们就用了JavaScript的这个语言 来把那些程式观念全部都变成文字 但是当然语言其实比那个界面所拥有的功能还要更多 更强 所以比较专业的不会用那个来做程式 而那个是给小朋友学程式用的 所以你一旦是志工系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要学语言 但是你可以从那边入门然后再进来语言这边 那这学期我们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从那边愤怒鸟抓猪入门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把它转成语言的时候就是流程控制 但是愤怒鸟抓猪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阵列自串函数这些东西 有函数啦后来有函数 那再来什么物件啊 递回这是没有的喔 然后到回乎物件导向匿名函数 那模组套件版本除作这个我没讲 这个你有兴趣可以自己看 那接下来呢就是 语言完了我们就看了开始怎么样在网页里面写JavaScript 因为这是JavaScript的主要用途 所以我们就看怎么样在网页里面写JavaScript 那网页技术里面有三个最主要的元素 第一个就是HTML 第二个是CSS 那这个都是做呈现排版而已 那最重要的最难的还是JavaScript 所以一旦JavaScript加进来就会有动态网页 OK 那接下来呢 动态网页你要做得漂亮 又要支援手机 并不容易 所以呢我们会使用线程的BushTrap 这种弹性样板 那你透过BushTrap的套用 你的网页就突然之间就会变得很漂亮 那再来为了要很容易的去操控这些网页之间的呈现方式啊 然后互动方式啊 我们会使用一个叫做JQuery的前端查询操控海事库 OK 那你看到前字号那个全部都是JQuery 前字号开头的 然后呢 上礼拜 上上礼拜我们就看到 网页里面不是只能够写HTML的东西 其实它里面现在有很多东西 包含像一个HTML标记叫Canvas 那这个Canvas你一旦宣告了之后 你里面可以画任何的2D图形 OK 那当你可以画2D图形的时候 你就可以写游戏 你也可以做动画 OK 但是是2D动画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3D动画 那3D动画叫做WebGL 我们这边还没有讲到 那会在游戏里面会稍微讲一点点WebGL 那这可能是下学期在补充 这学期不要讲到WebGL 那个有点太难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图表绘制套件 然后看怎么做游戏 但是游戏的部分我们可能摄入不会很深 我先告诉各位怎么样做动画 怎么样做一颗球 弹来弹去之类的东西 那其实球台来弹去对做游戏超重要的 所有的游戏 很多都是从球弹来弹去开始的 OK 那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自己可以再去发挥啦 比如说要做一个小蜜蜂 或做一个打砖块 那打砖块不就是球弹来弹去 只是弹到那个砖块的时候 那个砖块要消失啦 那小蜜蜂不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古老游戏 我不会玩新游戏哦 那我的游戏都是我小学的时候的印象的那种游戏 现在的什么魔兽都是我看儿子在玩 我自己不会玩 那古老的游戏小蜜蜂就是上面有一堆好像外星人的东西 然后呢你下面有一个飞机 然后这个飞机要一直射它们 那它会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 然后如果你被它打到你就死了 类似这种游戏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蛮适合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玩的 那那然后来我没玩电动了 所以后来的游戏我也不会设计了 好那接下来还可以做卫星定位和地图啊 甚至可以做影像处理 那影像处理就是你在Photoshop里面做的那些东西 我们把它做个简易版放在网页里面 OK 好 那上个礼拜我们突然之间跳了 跳了好几张 那跳了好几张为什么呢 因为上礼拜上上上礼拜有同学问到说 那如果我今天要有网站的部分 有伺服端的部分要怎么做 要有网路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就先讲了设计Web Server这个主题 那我们上礼拜只讲到静态的部分 静态的部分就是基本上它只会回应 但是它没有办法接收你送来的讯息 它只会回应 它只接收你送来的网址讯息 然后做回应而已 但是它不会接收你送来的表单讯息 再做处理 那做表单讯息再处理的话 通常会采用搭配框架的方式 Express或Core 那这个东西这学期不讲了 因为这个东西得流到下学期再去讲 不然东西太多了 那这个东西最后会搭配资料库 然后做账号登录发布上线 然后整个后端就讲完了 那后面呢基本上这些我基本上可能都不会讲 但是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那施工中了所以这个目前很多都还没有 但是下学期我写了之后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那大概是这样 那基本上我尽可能的让JavaScript可以做更多面向的事情 比如说JavaScript可以做命令列的程式 用Share.js 做视窗程式的开发用NW.js 手机程式的开发用FoneGap 做浏览器的插件 那就Google的Plugin 做3D游戏 这个WebGL就是刚刚讲的主题 那另外不止这样 因为你要学好一个程式 你必须要善用工具 那善用工具 善用团队合作 这就牵涉到软体工程的部分 那就会有版本管理 那主作工具 那现在大家的主作就是把它印出来看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就是用Chrome的开发人员工具 然后你稍微交谈一下看 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其实还有更好的主作工具 像NodeDebug 可是这个其实说比较好 其实有些人觉得比较不好 像我就觉得很麻烦 那可是它其实功能会比较强大一点 那还有另外一些网页界面的主作工具 那接下来就可以做测试驱动开发 像用Mocha来做系统性的除错 系统性的测试 然后网站的部分要测试 就要更麻烦 它要用一种控制浏览器的套件 叫Selenium来做网站的自动测试 那最后要做整合测试 就是不管你把程式送来 它就自动测试完把报告给你 那每次你只要送了新程式 它就自动测试完又把报告给你 这种叫整合测试 那这种有一个东西叫Jenkins 那所以最后你一定要实做 所以学得多其实并不一定有效 我们虽然讲了很多 但是学得多其实不一定有效 重点是你要把基础的学会 那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 基础的学会之后 你持续的去用 持续的去写 那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 你可能最少要花一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 学到稍微可以熟练的程度 OK 那你可能得要花整整四年的时间 才会变成一个专家 OK 那这大概是我们这门课 希望各位带给各位的东西 那我们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最后几个主题 但是我不讲太多了 我就直接告诉你 绘图技术我们已经讲过了 接下来图表绘制套件 那这个图表绘制套件 我还没写 先跳过 不过我可以先给各位看 图表绘制套件 其实我最爱的是这个 Vis.js 那这个Vis.js 之前好像有给各位看过 图表绘制套件 但它不止那么多 它有3D的图表 那它其实程式写起来非常简单 2D的图表 举个例子 你看它的程式到底怎么写 好 我们找一个最简单的程式怎么写 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的程式 你看它是会动的 它是会动的 OK 那这个程式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你看一下它的原始码 接下来你就要学习 不断的去看原始码 看原始码 然后写 看它原始码 你知道 它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改 我把它改 比如说我要一个不同的网路图 那我就把它的节点改掉 那就是 就写完你的程式了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 先 第一个一定要先引用 它的 它的套件函式库 这里有点太 太小了 看不到 第一个一定要先引用 套件函式库因为这个叫 wis.js 那就引用这个wis.js 那你看到这个点点点点代表它是放在这个的上一层的上一层底下有一个叫dist的wis.js 我点进去给你看你就知道它就在这在上一层的上一层底下 所以有很多同学之前问过这个点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点点就是上一层 只有一个点的话就是这一层 两个点是上一层 这样知道 那所以 如果你今天你不想 你只想使用它 但是你不想下载这个wis.js 那怎么办呢 各位在使用 JQuery和boostrap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用了一种网址叫做cdn cdn是什么东西呢 wis.js的cdn 我看wis.js有没有cdn 不一定 不是每个套件都有cdn 比较有名的才有cdn 或者是有被cdn纳入的 cdn.js有 所以你看这个wis.mean.js 你就要变成要引用这个 这个会有网址 你看一下它的网址 物质链接网址 这个就是wis.js的原始码 可是你看这个原始码怎么那么丑 请注意它是点命版的 点命版的意思就是说它压缩过 它为了让你下载快一点 所以它压缩过 压缩过当然就很丑 可是它下载快 如果你不想要压缩版本 通常它会有对应的原始码版 没有压缩过 这个就是对应的原始码 这个看起来就漂亮 但是你用的时候 最好是用点命版的 会快一点点 那各位知不知道cdn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谓cdn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各位学网页牵涉到的技术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对各个名词稍微有点概念是比较好的 那所谓的cdn就是 我打一下微几百科 叫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就是内容播送网路 内容传送网路 那这有中文版 内容传递网路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在web上面呢 对于一些比较多人用 比较常用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人使用的像这种 JavaScript的套件 JQuery Bootstrap这种 那或者是有一些影片很多人常看 那他就会把它放到cdn上面 这个cdn像中华电信他们的机房 他会自动去分布 让大家存取的时候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拿到 所以你一个东西 如果你希望说让它的速度更快一点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cdn上面 但是cdn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放 除非你那个套件很多人用 那你可以申请 跟那个cdn的申请说你要放 否则你可能可以付钱吧 那像这样 那所以这种内容传递网路 当你自己写的套件 如果你自己写的网站 如果你尽量使用cdn的话 那他对你的网站本身的压力 就会比较小 因为所有的请求都跑到cdn上面了 你只有一小小的部分 是对你网站自己的请求 OK那对你网站的压力就会比较小 对网站压力比较小 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的网站可以承受的使用人数 就会变得很高 OK 因为比如说你一个网站 十个人进去使用就被打挂了 那你这个网站就很烂 但是如果你一个网站 一百万人上去都不会挂 那你这个网站就很强 那Google的网站通常就是 这边一定做得很好 Facebook一定也做得很好 他们其实Facebook只不过是个留言板 但是他的技术不只在留言板上面 他背后的整个基础建设 整个速度的调控 这种都是超大型网站 所强大的地方 那那个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重构 一次又一次的去修改 让他的速度变得奇快无比 那这个通常是在一个网站 你已经上线 然后已经有使用者之后 那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使用者你去调快也没有用 反正没有使用者 一个两个进来服务掉就好 弄那么快要干嘛呢 可是一旦你有使用者 而且使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必须要考虑到 使用者的数量 无限大的速度的问题 好 那这个扯得远了一点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只要看了他的原始码 OK 像一堆节点 然后建立新的 with.js的资料集 dataset的资料集 然后资料集 各位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第一号节点 他的名字叫node1 第二号节点名字叫node2 就这样子 总共有五个节点嘛 所以总共有五个节点 所以就是node1到node5 OK 那接下来呢 边 每个边都有 都必须要描述 边呢 第一条边是从1到3 第二条边是从1到2 第三条边是从1到4 所谓的1是什么 就是这边的ID 1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取得 你要显示那个框的名字 那个显示框叫mynetwork mynetwork 你看一下mynetwork 在哪里 getelementbyid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div叫mynetwork 它会显示在这一块里面 好 那 接下来你把刚刚的节点和边建成一个物件 因为一定要有节点和边才可以画 然后把这个物件呢 建立起来 告诉它container就是要显示在哪里 然后资料 也就是节点和边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参数 目前参数呢 就用预设的 所以是空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显示这样的东西 而且可以动 那当然不止这些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套件 基本上你都只要会用就好了 你不可能自己把所有东西全部重写 那所以最后其实我们通常就是会用 那前一阵子我有看到 有人发个 那个 搞笑的文章 到底什么叫做韩式库 什么叫做API呢 API就是 就是 像皮卡丘 它有 它有雷电 还有 钢铁尾巴 那你就只要跟它说 上把皮卡丘使用雷电 然后它就会使用雷电 那上把皮卡丘使用钢铁尾巴 它就会使用钢铁尾巴 那你不需要管到底雷电是怎么做出来的 钢铁尾巴是怎么做出来的 反正它会用出来就对 那你现在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 我们不见得知道它到底背后的原始码是怎么做 如果你想去看你可以看 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完全了解 你只要知道说它怎么用就可以了 那这是软体的层次封装的问题了 那你可以看到更复杂的像这种一堆电脑的这种图怎么做 一堆电脑还有硬碟的这种图怎么做 那这个你一样可以看它的原始码 你可以看它的原始码 有没有发现原始码变复杂很多了 因为它要指定图 还要指定图 然后要做更多的事情 比起刚刚那个东西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子显示出来就好 只是前面要做一些前置工作 让它载入图片之类的 然后指定每一个东西要显示什么图片 那这就是Wis.js套件的用途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也有3D图 Wis.js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也有3D图 它也有3D图 那有时候我们做科学计算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种3D图 OK 所以我觉得它还不错 其他很多套件没有3D图 好那这是有关于图片 表格的绘制 还有另外一个没讲到 表格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是长条图 和曲线图 那这边都有 这是长条图和曲线图的例子 OK 这是曲线图 OK 那这边还有长条图和曲线图的合并 那像这个 一堆长条图和曲线图的合并 人时码就看检视原始码 你就知道怎么写 OK 那所以这最后就是看别人的东西 做专案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几乎都给各位 留给各位做专案了 好接下来呢 我一次把所有的 这学期的内容全部讲完了 好第16讲 我们讲游戏设计 那游戏设计里面呢 我们就 就以一个球的游戏 做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球的游戏 好这里有 有一些范例 待会我们来看 那先看这里球的游戏 要看到 这个球的游戏 显然就是卡卡的 对不对 他还不算游戏 这个球的动画就是卡卡 那因为他采用了 时间驱动的方式 他会卡卡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他就是用我们之前 所使用的setTimeout 每0.1秒重画一次 每0.1秒重画一次 所以他就会卡卡 那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他顺畅的话 我必须要使用特殊的整合到整个Canvas架构里面的特殊的函式库 那这个叫做RequestAnimationFrame 透过RequestAnimationFrame 这样的函数呢 他所显示出来的动画 就会顺畅很多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这个 是不是好很多了 所以当你想要你的游戏画面比较顺畅的时候 请使用RequestAnimationFrame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皮卡丘上吧 不需要知道他背后怎么做的 但是你要会用 但是之后你可能会需要知道他背后怎么做的 那已经是系统程式的范畴 好那这里是有关于一个移动球的范例 接下来呢 这边有一个球的游戏 那其实不算游戏了 这只是球的动画 好那我们再看 好那刚刚的球呢 这样跑过去之后呢 他就不再回来了 那所以我们每次都要重新开 那现在这个球呢 他撞到边边他会弹回来 OK 那怎么做呢 其实程式码并不难 你去想想 球到底是怎么移动的 就是每次重画的时候 我把它往 它现在前进的方向加一点点 它就移动了 那它前进的方向可以用 SY的两个向量分量来表示 OK 那当这个方向前进到超过边边的时候 或到达边边的时候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 让它反向 如果是S方向超过边边就把S反向 Y方向超过边边就把Y反向 那它就会弹来弹去 所以我们看一下原始码 这边已经有原始码 原始码就是我们一样用一个Canvas画布 然后呢 使用刚刚的这种 Request Animation Frame的方式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呢 在更新的时候 一开始 一开始 我们是让DSDY 就是说每次移动两个点 那 每次移动两个点 但是呢 如果移动已经 S小而零 而且DS小而零 S小而零 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 这个球 撞撞撞撞撞撞 然后呢 走走走走走到 这个球的S已经小而零了 已经超过这个边界了 那这时候呢 我就让它反方向 DS DS也小而零 它是往这边走的 我就让它呢 把DS反过来 它会变成这样 OK 其实看二维的 你看不清楚 看这个你看会比较清楚 一维的 如果我今天是一维的 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走 那这个DS是负的 所以它就会越走越小而零 对不对 那越走越小而零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把DS反过来 本来是负一的 变成正一了 那它是不是就往回跑 那一维的你看就会很清楚 那二维的你就会觉得 哎 为什么会这样 怪怪的 事实上跟一维是一样 只是我现在考虑的这个A轴 那但是它移动的时候 它还有考虑Y轴而已 OK 好 那同样的 如果今天呢 超过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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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要反向 所以本来是加一的 后来变减一了 OK 好 那如果是Y轴呢 就是往上 往上是减一的话 那减一 那已经小而零了 就往下 那 如果已经超过框框边界了 就往上 就这样做 那这一个 移动球 就是 碰撞球就可以做完 那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也可以侦测它到底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今天写一个踢足球程式 那就 游戏 踢足球游戏 那就放一堆人在那边踢足球 对不对 那有两个球门 那球 踢进了就赢 那这时候你怎么做 就是你 你按键盘可以去操控人 或者是用滑鼠可以操控人 那 人 如果碰到球的时候 球就会被弹开 然后呢 一旦球进了球门 你就得一分 球进了你的球门 你就输一分 那你就可以写一个游戏 OK 所以这种东西可以变化出很多种游戏 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游戏 那这边有一些范例 这些范例是 不是我写的 这些比较偏游戏的范例 你看这个 OK 我真的玩不了 我现在是这边 我不是那边 我一直想说我是那边 死掉了 这打到了 OK 太大了 太大了 看不清楚 这个有点小一点 我这样撞它 OK 这样打到 打到 OK 打到 死了 对 那就是这样子 它没有算分数 你可以自己加算分数之类的 这是网路上人家写的一个答案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最早的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很有名 这个游戏是在还没有电脑的时代 只有电视的时代 那时候就可以买一个机上盒 然后来放在黑白电视的上面 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个游戏而买了那种机上盒 然后电动开始进入家庭 是从这种游戏开始 那这个是乒乓球游戏 但是这个Massbug这个人写了好多个游戏 我觉得他的游戏写得又简单又清楚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我来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堆游戏 它有写这种吗 俄罗斯方块 有写这种小蜜蜂 这个就是我说的小蜜蜂 有写打乒乓 有写这个 这个叫什么 会飞的鱼吗 然后这个鸟 反正它就不能撞到上面 也不能撞到下面就对了 那另外这一个 这个好像是比乒乓还要更早的一个游戏 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电脑游戏 这个叫Astroid 它是太空战争 这个一定很阳春 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电脑游戏 说真的这个我没玩过 我不知道它到底该怎么玩 它说Push Space to Play 就是一个射射射射成鸟扮 这个电脑游戏 OK 好 那这个当然是全世界第一个不算是很复杂的 可是呢 你俄罗斯一定会玩 这个鸟我真的玩不过 圈叉它也有写 锦制游戏它也有写了 one player two player one player的话就可以跟电脑对下 它就翻叉 ok 那我要挡 我再挡 再挡就平手 但是 做应该就平手的意思 那如果我今天 不要挡 那它会怎么样 我就 它就说那个 电脑赢了 那这个是锦制游戏 然后 然后还有很多 俄罗斯比较复杂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蜜蜂 还有贪食神 那你都可以看它的原始码 小蜜蜂 这个我小时候最常玩的 所以你看 我现在玩起来 还好 不会算很不熟 因为我小时候 其实还没 每天的零用钱 常常都拿去玩这个 然后隔壁的那个叔叔 他们就是买了一台 然后投 投一块钱 然后就可以玩 本来应该是玩一次 但是那个叔叔认识 他会 他会把那个打开 就是机台打开 然后说 给他一块钱 他说 一二三四五 给我玩五次这样 所以这个我 我比较熟 诶诶诶 怎么那么快 糟糕 他快到最效率 诶 这个怎么那么快 诶 找不到 所以就这样 那你可以玩玩 贪食者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在玩什么 这个已经超越我小时候的年代 俄罗斯我还知道 我老爸常玩 那这个都在我们刚刚的 这个里面 就是游戏设计的移动球 前面的参考文献里面 那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的 这学期的内容 诶还没完诶 地图 看一下地图好了 好 地图 好 这个地图 从前要做很困难 现在要做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 Google帮你做好了嘛 你只要说 Google上吧 使用地图 然后他就会使用地图 对不对 那么简单 所以呢 我们就 怎么叫Google上吗 就是 你首先呢 要引用Google的函式库 引用Google的函式库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呼叫 initmap 写一个函数 然后呼叫 newgoogle.map.map 然后呢 告诉他你想显示在哪一个 哪一个DIV里面 哪一个区块里面 然后 你的地图的精度位置 中心点 精度位置是 是-34.397 尾度是 这哪一个是精度 哪一个尾度 Lonitude应该是精度 然后Latitude应该是尾度 然后 所以 就想显示的位置给他 然后显示的那个层级 他有分十几层 那你层级越高 不知道越高 到底是越大还是越小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让他显示出来 那这边有一个范例 对 是我们 给的 那其实这个范例也只不过是从Google的 API的 范例里面 拿下来的而已 所以我 做的事情也只不过是说 上把皮卡丘 这样子而已 那这是Google的 API的范例 这边 这个范例其实就这几行 JavaSquade加HTML就这么多 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些 那你就可以在这一个区块里面显示地图了 太好用了吧 上把皮卡就太好用了 对 那你就 什么都不用写 你如果想一想 你今天学的是C语言 你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写一个Google地图 很难 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很多人写 而且你图要从哪里来 还可以卫星检视 这卫星检视的地图要从哪里来 这个又牵涉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了 那所以 那你可以让地图的中心就定位在金门 那你就会看到的是金门的地图 金纬度 只要你知道金门的金纬度是多少就可以 那有更复杂的画法 那这些更复杂的画法 就是程式就会越来越多 好 那这是地图的部分 好 那地图也讲完了 所以 接下来是影像处理 那影像处理 这个东西呢 呃 影像处理这个东西 其实 这边有一个原始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始文章 你看这个原始的图是一堆水母 我们没有在影射任何人 那一堆水母 然后呢 呃 你看 它说 グレスケル的image 变灰色 对不对 这是最简单的影像处理 Brightening的image 让它变亮 然后呢 Threshold 就是 某个 超过某个 程度的话就变白 否则就是黑了 这叫Threshold 然后 接下来呢 各种遮罩 影像处理很常使用遮罩 要怎么样子让一个影像变得锐化 叫Sharpen 它使用某一种遮罩就可以让它锐化 OK 要怎么样使得这些影像呢 模糊化 不乐 模糊化 也是使用某种遮罩 这叫Sharpen Shar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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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渝器 那就可以让它模糊化 这边呢 呃 哦 Sharpen Sharpen 不是这个 Sharpen Sharpen 这个才是Sharpen 刚刚那个不是 这个才是Sharpen Shar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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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的特定的矩阵 它做出来的结果就会变不同 你看这个九宫格的矩阵 你可以改到的参数 你看现在这个东西弄出来是这样 如果我这边呢 弄0.1呢 那 就变这样 所以 很多这种东西是矩阵运算算出来 那如果0.9呢 那就变这样 所以 不同的 做法 如果1呢 就这样 如果这边都1呢 哇 就变这样 所以 他们这个是牵涉到那个影像处理的东西 它会有一些 告诉你说 这种矩阵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 怎么样使用这种矩阵 这背后呢 就是数学 OK 那这个谁会 我不做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本系最专长的人 是赵以祥老师 赵以祥老师 其实他是专门做影像处理 OK 所以如果你以后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修赵老师的影像处理 或影像形态学 他名字常常改来改去 但是 就这两个名字 通常是 那你可以去修 那这背后的原理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说上把皮卡丘 OK OK 所以我们这学习的课程全部完毕 影像处理也讲完了 地图也讲完了 游戏也讲完了 表格也讲完了 我们今天一次讲几张 OK 我们从15到18讲 今天用一堂课 讲完 接下来就是习题 作业 期末作业 就这样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然后就开始做你的习题作业 有问题 今天还有两个小时可以问 好吧 拿营地方 fra 最后 � большin 电视频 是 描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